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在一些状况里面来吸取经验 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呢 觉得好像贺大哥出道蛮久了 各位问一下 不是好像 实在是很久了 你是童星出身的吗 那是八哥 不是我 就是八哥现在演圣保罗浩炮亭 那是什么 我小时候民国46年的时候看他的电影 然后他演童星 然后全身脱光了在马路上跑 所以八哥他的器材我非常的表現 那他小瘦跟现在一样瘦吗 那杭哥的器具呢 我也非常的这个 为什么 因为我们常常以前洗上温暖 这真的 上温暖只要我们飞龟一下水 大家通通爬起来 为什么 因为他有体肤壁 是哪里有体肤壁 不过我们杭哥他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 你们看过他演过的什么 这个餐厅秀啊什么 我看过 我从小看他到大 以前那个 那个什么游览车上会放那个 对 讲得好 对 那我就是因为以前家里没有 游览车上会放录影带 就是猪哥那样 猪大哥跟贺大哥的 我就有看过 其实像我认识他 我知道他其实是一个蛮固执的人 固执啊 他在舞台上面的时候 他可以让逗得你哈哈大笑 他本身没什么表情 这个很厉害 这个叫冷面笑匠 会不会是他眼睛太小了 老师 眼睛是不小 脸大显得眼睛小 听飞哥刚刚这样讲 好像贺大哥跟飞哥 你们两个认识很久了 开玩笑 所以我们 张飞在我们那一堆人 人裡面他是头头 他从以前就是大哥大 真的是 多小的时候啊 那时候我们念 还在念国中 对 国中的时候 你们国中就认识了 对啊 我们认识快半个世纪了 好恐怖喔 我哈雷卫星 我们就看过两次 你现在看 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 他是个P头 P头 P头 跟现在那时候 传AB裤 Coco 赫野轴样子的 怪怪 真的是一看这个 很俊俏的一个这个 哪里哪里 每次都 碰到女朋友都追不过他 他那时候外号叫巴油分子 巴勒斯坦牛级队 比方说我今天带你去吃饭 跟他一起吃 然后明天呢 他可能他就把你带出去了 可是他是我们里面的巴掌 巴勒斯坦牛级队长 这很狠的 我想说这个杭哥呢 是这样 要知道我跟他两个的故事 有一个关键人物出来的话 谁啊 他这个情况就不一样 我们两个的发展 通通在他的眼睛下面 那个人就是费玉卿 小哥 我们欢迎费玉卿出场 大家来叙叙旧 好久不讲… 还不讲 各位好… 你好… 是… 风采依旧 真的吗 我们好难得 我们可以把三个 同一世纪人摆在一起 她们两个交情比较好 我是讲真的 我跟贺玉卿先认识 但是费玉卿她们两个人 从六合彩 到处去求神问卦 开机 这个事情对不对 是… 我太情情了 说也是真的 不是 真的是… 我是基督徒 被你带了各大庙宇都跑遍 他还跟神明商量说 行啦 我是你基督教的 不知道我们跟你问话吗 那个冬季早上 各位跟他讲 可以 所以冬季也是会变的 你说到这个 真的巧了 有一次跟着他 差一点就在那个 發大财的边缘 就是吧 什么意思 他那天啊 就是突然把我约去 一直开到高雄 高雄 到了那边以后 五府千岁 我记得那一尊是 五府千岁 你第一次翻了 对… 一见面 神一起架 先把他骂了一顿 对… 又又是你 那一支跌了又又一支 你当时才有了时 很押韵的 我一听 我一听得懂台语 哇 神明怎么想起来 但是还是送他几个号码 对 355 记不记得 对… 一路回来开车他就很笃定了 35 55 53 就是三个号码 可是我就一直记得说 那个蛇一直在骂他 那边就是一个 常常去骚扰神的 算了… 就那边一同作秀 到了晚上 最后下车开车门说 怎么样 要不要写 算了 还是决定这个蛇应该不高兴 就晚上只会上班的时候 不得了的开了 55 35 53都开了 你那一算了 我弄到现在多苦啊 真的是你没买啊 这也要买 我听他的话就算了 你都买了就发了 结果那三号码通通出来 我的天啊 而且那时候如果中的话 你等于中多少奖 真的没关系 最起码应该有两、三千万 对… 那时候两、三千万 那时候两百万可以买 买一间总冬府了 哇 都中冬府了 对 是中冬府 把那么大的房子 那么大的房子 那就是从那次以后 你再也没中过了吗 我还有啊 还有 就我们两个虽然说 这个没有亲 可是他这个很迷信讲说 但是神明讲了 我们还是谢谢神明 我们又下去了 对… 我们这样 然后下去之后呢 这个神又来了 这个神很厉害 他知道我们没有签 有没有签 有没有签 他很押韵的 然后又给我们号码 那时候90嘛 对…90 90 买了 90 我后来跟他讲说 这一次不能错过 不要再错过了 好 那我们也买五万好了 五万块 那个时候 那时候中多少钱 有不犯法 你就多加个零吧 买了五千 那个时候很流行 大家都在签 买五十万 那时候这个签的时候是 是… 是十二倍的 十二倍 十万呢 可以中到六百万 六百万 结果我私底下 我另外去买了一百多万 结果 结果中完之后呢 我不会喜欢 哎呦 就去买到成德路里面去买 糟糕 这个房间 一栋房间 光是一栋房间 三千万 哎呀 错失一个 错失一个机会 是… 不要经常讲算了 就好了 在那一坦的时候 如果另外一个人加把劲 我们就发了笔横财 张飞就不会这样 好 找他合伙签 对… 你们两个 菲哥你们两个又一起签过吗 我也跟他去过一次 也是去高雄 对不对 往事不堪回手 不是 酸起来就是 说起来就是令人生恨 真的 因为他这种人 他人生有点 对这个神明 可能不知道是犹豫不决 我们两个就去了 那个人真的这样 重来远方的 远方的 远方的 传终将来 求基这种是这样的 他很厉害 他都觉得很厉害 奇怪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就来人家 写了 写一个 一看就是一个阿拉伯数字的6 6 6 0 这样 我一看我就 好 喝一口就这样 我告诉你 60 06 还有什么什么 060 走到一半的时候 他又来了 好像是280 完了 我就听他的买 28 80 82 80 结果出来 60 60 那时候我如果重的话 你知道吗 我可以买整个青棉公园的 一个下床就那一次 所以说 所以你的一生失败 跟这个决定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你 你要信你就信到底 不是 这个也不能怪我 因为这个人的命也注定了 后来我们就不从这个号码去 实在很难悟到这个牌 到底什么号码 后来就改改 打打卫生麻将 那就常常到余天余大哥家去了 那个时候呢 因为我们大家每次常常 你也去过 常常在余天家 余天家 余天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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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又喝一行 天天就讲 大了 已经十几没中了 那我一直发现 你也有没有完 有没有完 没有 我都输了 找这个话可以 李雅萍听进去 那个 天啊 你讲 大家通通都共同 可见老板可以当老板 他听一听 对喔 大家都在输钱 那当老板再赚 余天家说来当老板 做主头 他第一次做老板 就主头啊 全部那一起 大家通通中 他一个人陪了快一亿 六千万主头 好可怕 只看我们艺人倒不倒霉 所以这个叫做 小富有减 大富有天 真的 一个人像他们两个 一天早上做发财梦 这个 这是看天意 所以我们 插生了 做白日梦是不行的 杭哥呢 给你们一个这个雪的教训 雪林里的教训 不过我记得小的时候 我就看到你 虽然你是我哥哥的朋友 我在写功课 哥哥带个同学回来 身材就很高挑 真好的衣服架子 你是我哥哥同学里最帅的 真的… 要记得你名叫曾心明 真的… 不得了 张艺田 但他蛮早熟的 我们住的眷村里有一个女的 记不记得 小… 你还把名小出来 长得上唇有点棒 那是正好流行阿哥哥 喜欢露一节肚子有没有 腰声还不错 常常跳舞 我们中国人跳舞就跳 可是眉头还要揍得 就好像很High的感觉 小腹还有腹肌 后来有起早水的声音传出来 不得了 那时候眷村的木板 一叠一叠这样斜下来 哎呦 那木板有的时候中间有年轮 那就比它铸掉就不得了 一戳就 直接掉下去了 就看到何以寒 我放学看他趴在那边看 那两个眼睛好像 很严重的甲壮腺 拍头看人家 曾心明 他就跑啊 快点快点 事后问他怎么样了 脸是不好看 长得真的蛮抱歉的 那个腰声 还真不错是吧 这一晃眼 所以我挖那个洞 我挖得刚刚看不到脸这样 要挖洞挖 看不到脸还真难挖 你挖得很恰到好处 有此可见你们看得出来 我们其实是有一点 家庭的结构對不對 点点滴滴 好像一起长大 同一个眷村 他妹妹结婚了 然后他开刀开膳器 自从那次开膳器以后 某些生活会不会受到影响 那怎么会 也不会是因为那气囊的问题 会不会以前你潜水都浮起来 那也太大了吧 那么接下来要八卦他呢 我们的角度是 比较没有那么力 我们要请郭涛先生出场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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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今天参加的特别来宾 何语文何小姐 张培章教授 六月六新娘 是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名八卦 我是郭涛 哪个涛 涛 涛耳朵的涛 对 就是 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位人物 这位大哥真的 喝酒从不喝高粱 但是呢 他唱歌主持是都在行 而且家中生计一肩康 综艺节目挑大粮 但是爱情路上很彷徨 他不是成衣郎 也不是七头郎 他是永远都很忙 不要人家防的何一航 好啊 是 是 那这个我们要赶快来接受Coin了 第一位是我们焦西的佳娃巴 焦先生 听说我们这喝一行啊 是很会借钱 也很爱借钱 也很容易跟朋友借到钱 而且借钱的金额 从小到五百元 大到两千万都有 但是 他最感谢的人 不是借他两千万的人 而是借他五百块钱的人 因为那五百块 从这个喝一行 把他从这个痛苦的深渊 拯救出来 到底是什么事 让你这么感谢他 啊 五百块的 是 是 是年五百块的我忘记了吗 没有 不是 这个你讲的 其实真正借我钱 借在刀口上的这一辈子 这个人叫做张飞 是 这个我们既然是借在刀口上 我们一定要来举个实例 是为什么刀口上 这个我坦白讲 在那时候还有所谓的票据法的时候 就是你 所谓票据法就是说 万一你这个罚款缴钱 没有缴好的话 要被抓去关了 是 我真的被抓到这个 土城开始走关 是 关了 那当天晚上我就开始喊了怎么办呢 然后我马上请所谓的那个 所谓的那个 里面的管理员把我打电话给张飞 是 我说请他打 一定来跟我交保 他第二天一大早 就叫一个叫小胖 到土城他把我交保十六万多块 真的是有这个事情 真的有这件事 掌声给他鼓励一下 是飞哥一直说你很够义气 其实飞哥也相当有义气就對了 我刚刚有问到就是 借钱的大小五百块那件事情 你还是没有想起来 五百块是谁我就不晓得了 是,听说是好像是解救你一段 危险的婚姻嘛 那... 那... 那这个也是张飞了 是 现在是也要现场讲一下 不是,我离婚的时候啊 是 帮我做这个盖章的就张飞 是 然后那时候他说要拿红包 要不然会衰 是 全身上下就 就... 我是这样好了 算...算 我欠你五百块嘛 是,原来是五百块 就是要感谢飞哥就对了 郭叔叔就是他盖了张飞 他好像运气不好三年多大概 真的有夠衰 是衰 那我们再接听下一位 下一位是我们 歐隆街的Oh My God 是歐先生 他听说这个賀一行啊 是很爱迟到 而且呢 迟到的旅游特别多 号称这个旅游王子 这曾经啊 为了这个迟到 编过什么样的旅游 这个编过旅游 以前费雨昕 有讲过这个笑话啦 是 是 那这个费雨昕 能不能讲一下 你讲啊 他有编... 这个笑话就是我... 我这个我曾经呢 真正很实际用过 是,怎么样 就是... 我知道说这个去了 可能老板就又骂了 是什么样的,对 那我知道他去了 我妈疯了 是 是 就说你妈疯了 经过老板就... 像老板就... 阿嬷你妈又起床就不能怪你了 是 一直支持一个理由 那个什么迟到啦 塞车什么都用光了 是 所以老板也差不多被熟了他的招式 你今天又不来 他又迟到 你怎么说 他又是以前的理由上 就只输送了 把一些理由通通讲光了 看你还有什么话讲 他讲 我妈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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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耳朵 准备耳朵 那这个... 有一次是最严重的一次 就是我跟... 有个歌星啊 叫康宏啊 是,康宏 我们在做秀的时候 就礼拜一早上 我们应该赶到台中做秀 是 结果那礼拜一 我们还打麻将 打打打打了 我一跟你讲 我时间差不多了 不会... 等一下我们轮流开了 轮流开车 是 好好的轮流开完 就打打到中午中午12点了 是 从高雄开车到台中大概 一点半两点会到 是 然后是两点钟上演嘛 是 我们俩就好 上高速公路 一到高雄还不到九如 那个什么什么收费站 第一个收费站呢 他就... 他最早了 我就很火 我说你不是要跟我换得开吗 是 好了,仁德休息站 我也把路边停车这样 然后我靠着 我不晓得休息一下 可是我一看到 那样车子吹冷气的话 是 不太好,我就把窗窗打开 天窗打开 我就睡了一下,瞇一下 就一... 我们俩被雨淋醒 不是 一看,糟口晚上11点 不是 哇,我惨了,惨了 他还不晓得 我说,看好,看好 起来 到了,到了 我的鼻子到了 晚上11点 摩托马怎么办 他就趕快到西奥房买那个 傻袋 抱我,抱我一打就一打 好聪明 我们俩,那一个礼拜表演 我就真的这样表演 是 我们不敢拆掉 因为拆掉就被打怎么办 是,下一位是我们健福山的健女人 很久没有打来了 是,听说报章杂志媒体都在报导你 为了这个... 以什么理由 到底结果被一型帝国换掉 这个挣钱换将 这个主持人会换掉 这个能不能解释一下 其实这个事情我想 刚刚玩笑归玩笑 讲到这个 我要稍微的 把这个玩笑心收起来 其实对于这件事情 我也觉得很遗憾 是 但是我想 在这里我想 只讲一句话 就是我没有说 去要胡瓜跟我什么交代 什么 我所谓的交代就是说 你胡瓜今天把我从 终于通带过去那边做 那么要停了 你只要跟我讲说 我们这节目要停了 我们自己好好检讨一下 以后有机会 我们再做 合作别的都没有关系 而他必要用 据说 也不理不睬 这什么事情 他也不跟我讲一下 然后呢 用各种方式来叫我 自己 自己把他辞掉那种感觉 那我就会觉得比较难受 就是这样子 这就是你是个性比较直的人 这个什么事情 跟我直说的话呢 我就会谅解 不用这个透过一圈 然后来转告我 我是金万坦 是金万坦金先生 我是这样 我很久以前认识这个人 也是在游览车上面 是 他这个很有才华的一个 很有用的年轻人 是 那么这个 我看到这一次正宅的这个消息 是 觉得很奇怪 所以没有酬劳呢 他就不去主持是不是 这个是什么意思 请他解释一下 这个很重要 因为呢 我这不解释的话 可能会被别人认为说 我是一个见钱的才 就是要有利才能够做 是 其实赈灾的事情呢 我绝对呢 很 很有心意在做 那么中士 那时候有一个节目呢 就是吴中献 曾国成 南星美 做的节目呢 我也去参加过演出 跟江卉两个人 一块去呼吁大家能够捐款 那个事就是在这个 疫情帝国 要播出的前一天的 是 那么疫情没有找我去做呢 我不曉得他 为什么没有发我这个通告 那么他总不能 但是他不叫我做 我自己跑去做的啊 所以说这个事情呢 从来没有这样子过 不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说这个报纸上写的 之后我打架去问 问过这个理解 我说你怎么可以 发这种报导呢 是 他说我是听说 我说你听说你有没有证实呢 他说没有 我说那你第二天 你要不要澄清一下 第二天好像也不是澄清得很清楚 然后就是 一笔带过就是 那是好像是 黑白讲的 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有些媒体写的东西 他没有听过澄清的话 真的伤人很重 其实这个贺一航先生对全国这个灾民也是抱着相当大的这个正义感来帮忙他们的政灾 谁都一样 全民一心帮助他们这些灾民重建家园 就对了 这个他解释完了以后 我们就很这个就了解了 是 所以我们要这个还是很喜欢他的 是 这个他跟胡瓜先生 他说呢 他们两个都是很在线上面的主持人 是 我是觉得啊 这个天长地久 游时尽啊 脚朋友也是一样啊 也这个 因缘际会 到时间到的时候 这个各奔前程呢 未必不是好的一个现象 说不定也个人有这个发展的前途 尤其是贺先生 我们非常承认他的才华 一定会有一片很好的天空 我们要祝福他 鼓励一下 是 谢谢 那我们今天啊 做一个结语 就是综合以上的言论呢 我们知道你的爱情路上 虽然很彷徨 但是祝福你事业顺利 而且能够共出一个爱的美国 谢谢 谢谢 谢谢贺一航 谢谢 很辛苦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